那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三位一体我们就略过 因为有三位一体上课的时候我们在答 第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神是无限的 他无所不能 可我们生活中常常感觉不到神的无限呢 有限的不可能承载无限的 我们所有的感官认知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认识无限 只能我们在之前也谈到 关于神的名字 关于神的属性的时候 描述神的一些特征的时候 我们常常用一些什么否定法 无所不知 因为我们对于 我们要想定义正面的 肯定的定义某个词的话 我们必须得超越 我们在它之上 我们的认知也在它之上 所以那种概念是没有办法发出的 我们只能是根据我们有限的概念 去否定有限的概念来扩大它 比如说知 神是全知的 这个怎么知道全知 除非根据我的全知 判断神 神他都知道 但是我们不具有那种判断能力 所以无所不知 用否定法 有限的 我们说神知道 不像我们知道的有限 他是什么都知道 无所不知 用这种方法去描述神的无限性 神在空间上也一样 神是无所不在的 等等类似这样的表达 所以第一是我们是有限的 我们的概念当中也是有限的 我们无法想象无限的事情 所以我们用在生活当中 我们在定义或者描述的时候 用否定法 但是另一方面 现实当中不光是观念上 我们没有那种完满无限的那种观念 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去经历神的无限 这更不可能了 对不对 认知思考上都不可能 经验上怎么可能去经验神的无限 神是无限的 是永恒的 你去怎么去经历他的永恒 神是无所不能的 怎么能够经历他无所不能 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经验都是某种部分性的 部分的不是一次性的全部的某一个属性 就一次性的完全经历了 不然的话那我们就大于神了 所以这种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是不可能 不可能经历神的无限 会经历神的能力 会经历神的智慧知识 那种程度超越我们 但是无限的这个 已经超过我们所能经历的那范围了 我们是有限的 活在有限的时空里面 思考观念 所有的经验 感官 感知都是有限的 所以不可能经历神的无限 但是透过圣经的启示 我们知道神是无限的 在生活当中处处可以经历到 他的某些属性 在现实当中向我们的彰显 神无所不能 但是他用他的大能 在我患难当中实现拯救 什么医治 什么扶持 救助等等 神是全知全智的 那他教导我明白一个有限的东西 但是他也是无所不知的来 借着那种事情 虽然教导我的这个具体事情是有限的 只是部分部分的去经历 不可能经历神的无限信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